大家好,我是小文文 今天我们一起来勾制这款美丽的小文包 拿出我们的勾针和毛线 首先,将毛线固定在小纸上 然后在这里绕圈,我们做一个绕圈起针 把这里勾出 再勾三个辫子针 接着我们要在这个圈圈里面 这个圈圈里面勾14个长针 好,我们完成14个长针之后呢 拉紧线去 然后在这个第一个针墓这里 做一个拔针 再来三个辫子针 接下来呢,第二圈呢 我们要在这个圈里的每一个针墓里面勾两个床针 接下来呢,第二圈呢 这一圈呢,一共是28针 从第一圈的14针变成了28针 第二圈完成了,一共刷二番针 现在开始我们第三圈的勾制 我们首先第四个辫子针 然后勾个长针 一个锁针 这一圈的规律就是一个长针一个锁针 我们完成二十八个空格长针之后 我们在第三个辫子针里面 接下来我们做第四圈的勾制 首先是第三个辫子针 然后在这个空格里面勾一个长针 然后这一圈的规律就是在每一个空格里面勾两个长针 两个长针 在这里这个空格里面勾两个长针 好,我们这一圈完成之后呢,一共是五十六个长针 我们同样在第一个长针 现在呢,开始我们第五圈的勾制 首先呢,勾一个次的针 然后在这个同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 然后在第二个针目里面勾两个短针 第三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 第四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 第五个针目里面勾两个短针 这样呢,是一组花样 我们接下来就是按照这个花样,继续往下勾制 好,第五圈勾完之后呢,我们是同样在第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锁针 接下来呢,继续我们的第六圈的勾制 首先呢,起三个辫子针 然后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长针 再勾一个锁针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空一格 空一格 空一格 勾一个长针 这也是空一格,再在下面这个针目里勾长针 然后再锁针 再空一格 空一格 勾长针 这一圈的规律就是一个长针一个锁针 然后空一格再继续长针 锁针 好,我们一共勾了29个镂空格子 之后呢,我们在这里勾一个起立针 然后翻转 把它翻转过来 我们接下来呢,在每一个镂空里面呢,勾两个短针 两个 同样在这个镂空里面也是勾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每一个空格里面勾两个短针